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第一队 唐威 陈沙丽小姐 第二队是尹宝林小姐 刘灵先生 第三队我们为您请教的是 李璐林小姐 刘德凯先生 对对 加偶 声势浩大 各位 对不起 你是一位先吗 女士先 小姐们请 谢谢 哪位先说呢 论年龄 当然是沙丽姐先说了 在这谈什么年龄 资格 资格 论资格 当然是沙丽姐先说了 哎 谈到这个资格呢 我可就是老资格了 谈到资格她就不怕老了 啊 终于站上这个舞台了 今天的心情非常轻松 因为我是颁奖人 可是总觉得心里少了点什么 虽然说诗比寿更有福 如果 如果能够既能失又能受 那不是更有福吗 宝莲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没错 可是你太贪心了吧 怎么 我记得金钟奖还没扩大之前呢 你好像得过奖对不对 那以前的事扩大没拿过吗 李陆林 你得过金钟奖吗 没有啊 我也没有 以前呢 都是说 鼓励新人 肯定老人 嗯 而我们现在三个人都没得过奖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肯定新人 鼓励老人 我们都要鼓励 该鼓励鼓励了 李陆林 你觉得呢 是啊 像我觉得在沙莉姐 还有宝莲姐的面前呢 我是最尴尬的一个 因为呢 我既不是老人 又不是新人 所以呢 我觉得 只要是从事演艺工作者 不管是新人 或者是老人 都很希望得到观众 给我们鼓励 还有肯定 对 不知道是我的话 没说清楚 还是观众朋友 没有听懂啊 听清楚了 有掌声了 听清楚了 谢谢您 说真的 身为一个演员 最最最需要的 就是您的鼓励 跟您的掌声 去年一年 各位观众给女演员的掌声 已经是特别多的了 吃味了 比如说中式的一代女皇 还是慈禧太后了 还有杨贵妃 还杨贵妃 你们还要做杨贵妃 不来杨贵妃了 我们来一代公主 怎么 你们要在这儿打广告啊 今年应该是我们男人 杨梅土气了 怎么 你们也想杨梅土气 那么三位男士 请吧 我说唐威 刘大海 什么时候 可以让我们三个人 同台演出 能吗 是的 很希望 哦 过年特别节目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它是指公共电视 也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很正式的三个人同台 参加一出 以男人为主的戏 好啊 建议非常可爱 刘林 大家看刘林的外形 最适合演张飞了 这我演张飞的话 唐威 你只把那个敌彩打红一点 不正好可以演那个关公吗 脸型很像 大卡 你就演你的老祖宗 刘备 最适合演 还对 非他莫属 当然不让 这个 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 就叫桃园 三三结议 这个剧名很好 对 那编剧呢 编剧 三台编剧联合来编 然后三台频道同时播出 好 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一言为定 我觉得啊 你们的编剧或者也好 你们三位如何合作呢 我觉得待会儿你们下台请示一下 我们三台的总经理好不好 哦 我还记着要宣布入围名单呢 谢谢 电视男演员讲 入围的是 寇世勋 国语连续剧 易简梅 第十三集 中视 长风 顶好剧场 秋月春风 华视 欧阳龙 国语连续剧 蓝与黑 第二十五集 华视 好像才是没入围啊 好 会不会是太会儿事呢 啊 长风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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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电视台 秋叶春风 长风新人 再一次的舞蹈 没想到 今年我又上台了 我觉得 每次都赢 有的时候也不好 在心里的压力 是越来越紧张 那我们三个男演员当中 是老中青 三代 你们两位还年轻吗 明年再来 听说明年的金钟 比今年的更好 我非常感谢 我们华市的长官们 把秋月春风 拿出来搅出金钟奖 我也感谢 我们的制作人 真光雄先生 和我们的导演 王小帝小姐 他们两位是坚持 让我来演这个角色 当然 我们更感谢 评审委员先生们 对我再一次的鼓励 谢谢大家 恭喜 欢迎订阅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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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之秦 中士 创作剧访 家 欢迎订阅 他们讲 我觉得他这次很有希望 马之秦呢 他是老马仕途 有年中的可能 我觉得这个我们台视的李鸿小姐这么久没有演戏了 一出来就打入金钟最佳女演员奖实在是太难得了 这个芳芳呢 她不管是唱歌演戏主持节目 她是个全才 而且她年纪是最轻的 不不 我觉得最佳女演员奖的肯定 不应该从年纪来找 应该是从影灵经历 我们李鸿小姐 十几岁出来演戏到现在已经演了近二十多年的戏了 哎呀 这二十几年算是 我们马之秦快三十年了 芳芳虽然年轻 今年只有三十三岁 可是她演戏已经演了四十年了 啊 太离谱了吧 一点不离谱啊 因为芳芳前世是唱广东大戏投胎的啊 提到投胎呀 我们终生那个胎那个胎头的啊 那头 咱们都已经第一了 就别打广告 哎你还帮腔啊 好好好 我们不吵了 其实这三位女演员呢 她们的肯定都是由观众给她们非常的肯定了 对 她们的都是没有话讲 没有话讲 我们点快来揭晓好不好 好的 得奖人是 芳芳 恭喜 芳芳小姐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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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芳 原来领到金钟奖有这么多好处 今天能够从两位这样优秀的对手手中赢得这座金钟奖 只有一个感觉 不容易啊 那么当然 没有一个人的成功 是只靠一个人的努力的 我在这里也要谢谢几位 首先要谢谢的是中华电视台的总经理吴宝华先生 多年以来对我的爱护 另外还有一位是联邦电影公司总管刘仁坤先生 由于他的推荐 我才能够进入电视台演戏 还有一位我要特别感谢的 是这十几年以来在我重拾影剧工作当中 对我付出了他所有的爱 包容我的一切 在我的工作上 他鼓励我 在我的生活上 他指引我 那就是我的先生 谢阳士先生 在享受最高荣誉的这一刻 我希望他能够知道 因为拥有他 我才有今天 我会珍惜这座奖 只要我还站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做到观众想要看到我最好的表现 我也要告诉我先生的一句话就是 我会更小心地扮演好一个作为妻子的角色 谢谢大家 恭喜方方 恭喜 谢谢 非常谢谢三位男士跟三位小姐 我想她们 她们 三位 我 我 你找路灵吧 你路灵 哪一台的归哪一台走 这比较安全一点 省的管理组长又担心了 谢谢那位班长人 谢谢她们 谢谢